诚哥 站上去吧 干什么 拍照啊 我为什么要跟他单独拍照啊 ZGDX的男神和女神 当然要出片出图啊 俱乐部公关部要求的 你不拍也会被批的 还不如拍得好看点 是不是 拿个凳子过来 小姐姐 你先下来 没让你站上去 诚哥 你坐着 我怎么感觉这么像 照婚纱照呢 行行行 来看这里 给大家掐测 3 2 4 6 5 6 2 7 7 8 8 2 好 老猫来一下 来来来来来 来 来 好 姐姐 菜啊 你蹲在这儿 跟兔旧似的盯着我 我能好好发挥吗 再说不是赢了吗 既然比赛赢了 我准备点个下午茶 你要吃什么 可以 我要吃哪个 叫什么来着 你们不用给我点了 既然一会儿来找我 我跟他一块去吃 给你点个烧了 这个这个 给你点个 这个吧 我吃过这个 怎么了 官博 发了我们昨天订装这儿的图头 这张照片真不错 你看这个 不错 孤月帅啊 你看后面的 我的绿 你终于出现了 这照片感觉不错 新一代光云影再生了 越来越期待全国联赛 月瑶党现在一军突起了 我们小月月可是名副七十的小先生 孤月不是跟程哥一对了吗 这照片是要搞事情啊 程瑶党接近自己的立场 不要动摇啊 这照片是我让官博发的 在正式公布之前啊 让能看明白的人都看明白 看明白的人不多 大多数人都以为归队一女加二福 取名证据登记结婚了 大多数人 谁啊 我妈 她妈 手机五个未接来电 十几条短期未婚 都在问我的儿子们 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为什么拍情侣照放在官博上 还说为什么都是同一个女人 喂妈 没有没有没有 我和童谣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哥 只有我哥 那我还就不知道 还好我爸妈没微博 我 微醺好喝 配着小姑娘的照片更好喝 照片不错啊 什么呀 我们队禁止内部消化的 禁止内部消化 那你和诚哥共处一室 是你失忆了还是我瞎了 什么跟什么呀 那是他看我从床上掉下来 故意来看我笑话的 装 你在装 我可是要来好好打职业的 谁也没说你是居心婆子来的呀 评论里都说是 你管他们呢 我听说 诚哥和陆岳是亲兄弟啊 你别说长得还真挺像的 但诚哥更高一点 帅倒是差不多的帅 那一瞬间都让我产生了一种 电竞圈遍地都是小帅哥的错觉了 然后呢 然后我怎么在遍地都是小帅哥的圈子里 就找了艾佳这么一个惨个冷痴 艾佳也很帅啊 但是问诚哥比还是差点啊 诚哥可是惦记的男神啊 艾佳顶多就是一狗皮膏药 成天粘着我 胳膊抡圆了甩都甩不掉 我看你是偷着乐吗 不过话说回来啊 订装照的那天 你真的穿的兔子胡捞帽 是啊 怎么 不好看吗 我感觉我好像搞错了一件事 什么 但也说不好 有人喜欢那款 但你一定要小心啊 喜欢那款的人 毫无疑问一定是变态 什么 你和陆岳神是首发这件事情 在网上弄得沸沸扬扬的 竟然还有人发起了投票 我可以啊 姐妹 没想到你有这么多粉丝啊 我这么有实力又可爱 当然有粉丝了 和陆岳那种靠脸吃饭的不一样 你们这些粉丝可真够专业的 还做了个视频来分析 你们的优劣势呢 这简直跟大学 汇报课题做的PPT一样 真是真爱啊 有这努力劲啊 追许凯都能追得到 给我看看 我看看陆岳有什么劣势 不好意思 这些人有事吗 绯闻能跟游戏实力成正比吗 一看就是小学生弄的 拉仇恨啊 姐妹 你可是跟万千少女的梦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二十四小时朝夕相处 我都要羡慕哭了 你这个有父之父 注意下你的言辞啊 聊完了吗 聊完了吗 明神让你下来训练 再不下来就要上来抓人了 别别别 马上就下来 别冲动